而有人欢喜呢就会有人哭泣 今天呢在乒乓球赛场上 中国一号主子选手丁宁就泪洒赛场 他被裁判判罚了三分之后 与冠军失之交臂 丁宁在赛后表示 在遭遇了裁判的判罚之后呢 他就比较难以把握现场的节奏 而国际拼联主席沙拉拉呢 则坚称此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 他还建议运动员表示说 如果运动员遭遇到了自己认为是不公正的判罚 首先呢应当调整心态 而不应该与裁判发生争执 丁宁并非本届奥运会上 首个对裁判执法提出质疑的运动员 新加坡老将王月谷 八分之一决赛出局后就曾炮轰裁判